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啥 报权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在当天下半夜5点15分钟 周小斌在葫芦岛阿师部 已经被寻衅逼供 打的是遍体磷伤 那么与此同时 葫芦岛阿师部的一把 王立科也得到了此消息 让他更加劲爆的消息是 这葫芦岛行政大队大队长 张赵忠对王立科说道 周小斌可能是 咱们前全国阿师部一把 老周的耳术可能是 这边当时王立科 5点15分钟 正在这个葫芦岛的国际酒店 609包房 欢迎赋予大战300回合呢 随即就没有心情了 对几个大长腿说道 都穿上都穿上 赶紧走吧 赶紧走 这边有一个大长腿呀 一走几把裤衩都给穿错了 王立科裤衩给穿走了 没有着王立科 没穿裤衩 也就从这个609包房出去了 你看 走路的时候还有点磨的光 但是这个情况紧急呀 也没管这些事 随机就把电话 打给了辽宁阿师厅的一把 李文喜去因此事 毕竟李文喜跟王立科之前 也通过电话嘛 这边一接通 这王立科说道 说这个 厉厅啊 那个打扰您休息了 但是我必须的打扰您休息 这边李文喜 待睡不睡的 有点困意 说道 什么事情啊 领导 我向您问一件事情 这边 一个叫周小斌的 他 是不是 咱们前全国二十部一把 老周县 全国正法一把 周大老板的儿子呀 当时 这李文喜 斩钉截铁的 说道 是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这边 王立科当时 电话都差不多 下吊了 可能能有二十秒吧 你说话呀 李文喜继续问道 领导 您看 想对策呢 王立科说道 我从 辽宁锦州 到葫芦岛工作 也就刚好一个月 时间很短的 我对 葫芦岛的工作环境 以及各级的银员 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昨天晚上抓的周小斌 这边 审问银员 行侦大队 这边呢 急于求成 立根见影 寻思问罪 把周小斌 搞得 遍体鳞伤啊 当然 我也有一定的管理疏忽 这边 你看 这王立科 在这推卸折印 这李文喜 当时这一听 李文喜心想 昨天晚上 周小斌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把你王立科 给打了 我也听见了 这边 我为什么 没有阻止你王立科 去抓周小斌呢 因为我怕周小斌 在葫芦岛 再给我野货 你王立科 也知道周小斌 跟我李文喜 通电话 你抓了 也就抓了 毕竟当天晚上 抓了 隔里边待一宿 明天早上 我再给周大老板 打电话 把这个事解决了 这李文喜 当时 为什么 没给王立科 打电话呢 李文喜就因为 我给周大老板 办一件事 胜过 给周小斌 办一百件事 所以就没给打 当时 要王立科 把他给扣了嘛 当时也是怕 给这个王立科 心理压力 但是没想到 这边 给周小斌 搞的遍体鳞伤 李文喜 觉得 我身为 辽宁 辽宁二十厅的一把 这边 王立科 把这个事 办这个样 我也有一丁点的 责任 这样吧 毕竟是我的下属 这样吧 你呢 不了解周小斌 但是我还是了解他的 这边 这个事情啊 没有被周大老板知道之前 周小斌 你可以跟他将功补过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 那个天津全建集团 董事长 肃玉辉 在这个宝岛夜总会了 你可能是没有找到人 你也不能骗我 但是 我想说的是 你能不能抓到 树玉辉 你心里应该有点说 周小斌 只要你把树玉辉 给周小斌抓了 因为天津 那边阿世部 包括我们 我们辽宁阿世部 也是受 周小斌委托 你把树玉辉 给抓了以后 给周小斌 来个将功补过 这边 周小斌 就不会在于此事的 如果在于 你们把他打了 我给你出面调解 你这边呢 还是要到 保岛夜总会 找一下树玉辉吧 当时 这王立科 一听 如救命道 谢谢领导 指点迷信 我现在马上就办 好了 抓紧办吧 啪啪这么一挂 你看王立科 当时心想 你这树玉辉 你是在耍我呀 那周小斌 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我这边 站队 我也得站到周小斌 这边 更何况 我有罪于周小斌了 现在 当时王立科 随即拿电话 把电话打给了 葫芦岛行政大队 兼扫黄大队 大队长 张赵忠 电话这么一接通 王立科说到 赵忠啊 领导 这边我问你 今天晚上 谁把周小斌 打得遍体鳞伤啊 副队长 申长树啊 这样 马上 准备银员 包括 申长树 一并带来 到这个国际大酒店 我在楼下等着你们 到508包房 把苏于辉 这伙银给我拿下 并且你马上告诉 深长树 他怎么打的周小斌 让他双倍 打在苏于辉的身上 听到没有 这边 这张绍忠这一听 听到 那个周小斌的身份 去印了 你先别管了 之后我会跟你说的 抓紧办啊 二十分钟之内 必须到 我在这等着你们 好灵头 巴扎这么一挂 你看张兆忠 也就找到了深长树 这边深长树 刚睡觉 根本也睡不着 长树啊 队长 起来 起来 我脑刮着疼 我睡一会 明天要睡 我要住院 住什么院呢 咱们领导 王立科 王菊 要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赶紧把你的胶皮棒拿着 跟我们走 到这个国际大酒店 你怎么打周小斌的 双臂 打在树玉辉的身上 还让我打赢呢 队长 我可打不动了 我真打不动了 我得住院呢 你住什么院呢 你今天晚上立功了 明天让你住院 你就属于工商了 当时你看深长树 这一心想 我那么 我打累了 我累死了 我就当睡着了 行 行吧 爸爸也就跟着走了 你看 就在这个 五点四十分钟 来到了 这个国际大酒店 这王立科说 赶紧上去 爸爸你看 十多个二十 来到五零八博峰 爸爸这么一敲门呢 这边 树玉辉政阁里面 翻音覆语了 也是整了 一小下半夜呢 谁呀 这门敲得挺急速啊 这边说了 我们是葫芦岛行政大队 我接扫黄大队大队长 我将张上中 把门给我打开 当时这树玉辉心想 这怎么回事啊 这那么头几个小时 还在一起喝酒呢 这边呢 你王立科给我安排的大长腿 这个时候 不印账了 让这个张队长来抓我 等一下 给我一分钟时间 当时你看 树玉辉说 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开门 这个张少忠说 你快点 你要是不开门 我们就破门而路了 这边树玉辉赶紧就把电话 打给了王立科 王立科跟楼下 焦急的等待呢 一看树玉辉打来电话 王立科啪啪就给挂了 我接什么你电话呢 一会儿我这审问你呢 没必要了 这边 这树玉辉这一看 都起来都起来 你这王立科 你跟我俩玩无间道啊 你这不陷害我吗 当时你看 这树玉辉在葫芦岛 他也是有这个 天津全建集团 这分公司的 在葫芦岛也是纳税大户啊 这边也跟葫芦岛的白道一把 叫做张敬强 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 你看 随即树玉辉就打给了张敬强 早上五点五十 这边张敬强这么一接 哎呀树种啊 早上好啊 这么早啊 这边树玉辉非常的严肃 张敬强 我现在就在葫芦岛了 在国际大酒店了 昨天晚上也是你们葫芦岛 阿师不一把王立科招待了我 这边我在508包房 他安排了几条腿 现在呢 门口又来了十多个小阿师 要破门而入 把我抓了 给我来无间道 这张敬强这么一听 说了吧 这边在葫芦岛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就没有人 能越急把你树玉辉给办了 这样 我给王立科打电话 你这边 先不要开门 哦 事情我给你处理了 好的 怕啥这么一挂 你看 随即 张敬强就把电话打给王立科 王立科当时这一瞅 你说我毕竟在葫芦岛 刚来一个月 还没有正式的上映呢 这领导打电话的接呀 啥啥这么一接 张敬强说 王立科 你在哪呢 我在国际大酒店了 这边天津 苏玉辉 苏老板 在508包房 你派人去查房了 啊 那个 你是在诬陷苏老板吗 是他先诬陷我的 他怎么诬陷你了 你说说看 全国政法医把 周大老板制止周小斌 他让我把他给拿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周小斌的身份 现在 你看他算不算 诬陷我呀 周小斌 我听过这个人 他在葫芦岛 有没有犯错误啊 还是苏玉辉犯错误了 周小斌犯的错误大 既然是这样 即使他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在咱们葫芦岛 没有寻师王法 只有 秉公办事 你听清楚了没有 当时王立科说到 领导 我听清了 但是他还得站队周小斌这边呢 随即又说了一句 我现在也是秉公办事呀 张静强这一听 你放屁 你现在是在陷害 肃老板你知道吗 大成腿不是你走的吗 这边给王立科问的一愣 确实是呀 但是周小斌这一行音 我也陷害了 但是我不能说 王立科 随后 也只是简单了 嗡一声 这边 张静强 拍户完 王立科以后 又开始说这个远户话了 说这个 立科呀 这边你看 你也是刚到葫芦岛 一个多月 也不了解 苏老板 苏老板可是我们 葫芦岛的纳税大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虽然现在是一名 葫芦岛二十步的一把 但是这边的正式文件 还没有下来 我会加快处理你的正式文件 让你正式一命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继续跟苏玉辉作对 你可能 葫芦岛二十步一把 你就当不了了 这边 王立科这一天 也就选择妥协了 这个时候 张静强说 把你的音撤了吧 司令导 夸这么一挂 这王立科心想啊 第一 你看 老周是三高路远 这边 张静强 是那个 国大一级 压死人 这边 也是县官 不如县管 你看 我还得听张静强的 再一个呢 他这边也是要 马上给我 把这个 我印命的一个文件 马上正式文件下来 你看 这个时候 王立科就把电话 打给了 刑侦大队大队长 叫做 张扫中 哎 把音都撤了吧 领导 你说什么呀 把音都撤了 啊 是 你看 啪啥这么一挂 这边说 把音都撤了 这森藏苏讲话 队长我都准备好了 撤了 森藏苏讲话 怎么样打就打 不要打就不打呢 你看 呱呱也就撤了 这边撤完以后啊 这个 苏玉辉这一刻 门外 没有动静了 他也没心思 大战三百回合了 把电话随机 打给了王立科 这边王立科 头一个电话 没有接 这第二个电话 这事情缓解了 必须得接了 哎 苏老板 说话有点不好意思了 苏玉辉说 你这样啊 在楼下等我 我呢 二十分钟 咱们俩谈一谈 啊 好 我在楼下等你 这边苏玉辉下来以后 说呢 你毕竟 也是身为这个 植物上 深有所迫 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周小斌 把咱们俩即将 戳合好的关系 给破坏了吧 对吧 王局 王立科说 啊 那个 那个 刚刚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这样吧 我听说周小斌 已经在你们这个 二十部 给关着了 我呢 也是宅银新户 这边呢 我也想去看看周小斌 走吧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时候 你看 这王立科就把 苏玉辉 领到了阿师部 这边呢 把周小斌 也就提出来了 在审问间 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 周小斌是 又困又累 又疼了 这边首先呢 苏玉辉 跟王立科 来个四目以对 瞅着周小斌 被打的 脸都肿了 这边旁边的 这个 张绍忠 这一瞅 什么肿呢 那他 打得很呢 隔一晚上 他能不肿吧 这个时候 你看 这王立科 首先说话了 周小斌 你刚刚之前 也是提过了一个人 我们也没有来得及 这个核查 就算是核查 你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在葫芦岛犯罪 也是没有保护伤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不管你跟 树老板 在天津发生什么了 但是在葫芦岛 你跟树老板 发生的 这种恩怨 你错 就是你错 我们就要秉公办事 人家树老板 也是我们葫芦岛的 纳税大户 这边也不 不计前嫌 大半夜的 过来看你 你呢 这样吧 树老板 你说两句 树一辉 当时也说了 说这个 周小斌啊 在天津 我已经给你 很大的面子了 你没有把握住 在葫芦岛 你这是干什么呢 被搞得 如上家之犬 但是我树一辉 绝对没有 消化你的意思 我这个人有格局 也有善心 也懂得施舍 你这样吧 你派了两个杀手 到宝岛夜总会 暗杀我 我不计前嫌了 这边只要你当场 给我道个歉 我就不起诉你了 这边周小斌 当时这么一听 周小斌已经 打不开精神了 心想 你这 还在 埋态我呀 周小斌 当时闭个眼睛 说了一句 你记住 说一回 我求你 在葫芦岛 再那么待一天 你再待一天 你想让 我给你道歉 你再待上一天 你敢吗 树与辉 当时 瞅了瞅 王立刻 行了 行了 我先出去吧 没有回 正面回答 周小斌 这个问题 当时 周小斌说 把我也带下去 把我也带下去 我不想听到这个人 也不想看到这个人 王立刻 这么一看 他俩不婚而善 这边 苏玉辉出去了 那毕竟周小斌 也是周大老板的儿子呀 也给 给代谢 服下去了 这个时候 咱们再把四脚 转回到 天津 唐谷海边 早上六点钟 这么刘汉